林安心撞到了这一幕 神色尴尬 眼睛不停地游移着 在想自己 是当作什么都没有看到似的闪人呢 还是装作若无其事地找个话题 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呢 诺诺则是不大懂 睁着黑白分明地戴眼睛 眨巴眨巴 池宝贝最淡定了 只见她非常淡定地走到了前面 自然地就跟冷峻尊贵的男人说 我们只是路过 你们继续 她说完 还不忘回头叫着林安心 安心阿姨 走吧 你不是说要参观一下后面吗 林安心挤出了蛋疼的傻笑 只能是往她那边走去 一边走 她还一边心脏秃秃地狂跳 特别是跟丽北爵擦肩而过的时候 她的心脏都快要跳出胸腔了 她跑得比兔子还要快 一下子就从丽北爵的身边窜过 走到了机舱的另一边 这才拍了拍胸口 吐出了一口气 妈呀 刚才差点吓死我了 吃宝贝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居然敢公然地挑衅力少 吃宝贝特淡定地撇了她一眼 恨贴不成钢 安心阿姨 你干嘛那么怕隔壁老王啊 你放心 隔壁老王知道你和我家女人的关系 他不会跟你计较的 再说了 她自己在公开场合不注意自己的行为 我们看到了又怎么样呢 看到了就看到了呗 她不敢拿你怎么样的 她又补充了一句 她就算是不看在吃恩恩的面子上 也会看在思成叔叔的面子上给你面子 只要你不作死地伤害到吃恩恩 或者是带吃恩恩去找别的男人 他不会这么找你的 灵安心无语了 所以恩恩家的吃宝贝到底是有多糟数啊 之前恩恩跟她说 她家的吃宝贝看多了泡菜剧 一天到晚脑子里想的都不是小朋友想的东西 她还不以为然呢 吃宝贝有多聪明 她又不是不知道 天才要是跟普通人想的一样了 那就不是天才了 现在她理解恩恩的意思了 恩恩说的不一样 是吃宝贝在感情方面特别的成熟 经常冒出出其不意的见解 够成熟 够理智 情商还高 现在吃宝贝还小 还没什么 等到吃宝贝长大了 什么样的女孩子 才hold得住她呀 她可别到时候 跟恩恩那个帅得炸裂的小舅舅一样 一直不结婚才恼火呀 飞机平稳地起飞 六个小时后 降落在了毛里求斯机场 有获益在 机场地街那些早早就已经安排妥了 他们一下飞机 马上就有车开到了机场里等着 吃恩恩先被丽北爵拖上了车 直接关上车门 吩咐司机 开车 诺诺他们 吃恩恩还惦记着诺诺和吃宝贝 丽北爵之所以会答应林安心他们跟着一起来 就是为了让林安心和思辰照顾两个小孩 所以他丝毫没有心理负担地说 这几天他们跟着思辰玩 林安心他们会把他们带得很好 可是 他还是不放心诺诺不在他们的身边 特别是诺诺 年纪还小 他怕诺诺不习惯 只是这几天 过几天 思辰他们走了就会把诺诺他们送回来 再说 都在一起玩 只是不住在一起而已 我们不住在一起 不是同一个酒店吗 附近有两个酒店 海滩靠在一起 他们住在对面 几分钟的路程 痴恩恩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吃宝贝他们不跟他们在一起 他已经不放心了 更别说还不住在一起 丽北爵仿佛看出他在想什么 在这一点上 态度极其的坚决 马上看着赤恩恩露出了森森的牙齿 威胁道 我已经让步 把他们带在一起了 这是我的极限 如果你晚上要把他们带着一起睡 那我只能是让霍义把他们送回了国内老头子的身边了 本来按照他的性格 绝对不会带着两个电灯泡参与他和赤恩恩的蜜月旅行 但是他了解他的性格 肯定是不放心把吃宝贝他们丢在家里 所以他就做了退让 带着两个小家伙了 甚至为了带着两个小家伙 他还答应了司辰霍雷亭他们跟着一起来 要是晚上吃宝贝和诺诺还跟他们一起睡 那他的蜜月之行那就彻底的毁了 特别是吃宝贝 丽北决想到刚才淡定的小少年 带着林安心从他的身边穿过 赤恩恩仗得跟个猪肝似的脸 硬是把他给推开了 他就一阵的肝疼 也是那个人就是吃宝贝 要是换一个人 他早就让人丢下飞机了 所以诺诺都还好 吃宝贝这几天 坚决不能跟着这个女人 要是吃宝贝在 他根本就没有单独跟这个女人相处的机会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就没有回旋的余地 要不然就送到全公爵那里也可以 你自己考虑 这么明晃晃的威胁 赤恩恩知道他说得出做得到 也知道他真的就像他说的一样 做出了很大的让步 沉吟了片刻 说道 那先说好了 安心他们如果先回去 你不能让安心 把吃宝贝他们都带回去 你如果能够做得到 那我就同意你的安排 该死的 他怎么知道 他有这个想法的 丽北决被他堵了后路 一瞬间磨牙 不过还是松口答应了 赤恩恩还是不放心他 他什么都不好 但是说话算话 答应了他的事情 从来都没有反悔过 他想着 晚上还可以跟吃宝贝视频打游戏 也就算了 那说好了 嗯 还占据着黄金海滩 他们一进入酒店高端的大堂 立刻就有服务到位的侍者 帮他们推行李 带着他们去办理了入住手续 像这种总统套房的重要客人 都是由经理亲自带领去房间的 这一次也不例外 酒店的经理 亲自带着他们上了电梯 直奔了总统套房 总统套房一般设在顶楼 一来室也好 二来 先少有人能够来打扰 可以给尊贵的客人 绝对安密的私人空间